1973年落成的安邦购物中心 是我国第一家购物商场 营业44年至今 有大约200家商铺营业 这里就像是业主和员工的第二个家 再获知捷运工程绕跑 关闭捷业势在必行后 业者就算万般不舍 也只好强打精神 举行促销活动 希望趁千里钱清空存货 我有很漂亮的朋友在这里 所有朋友我 我会有很多关系 然后我会有很多关系 因为当我找到一家购物新 我必须成为一个孩子 所以我没有知道 我会有什么需要做 因为这里是一个很棒的 有很多关系 我们在家购物商场 很多人都会常常 我会常常会问 移动哪里 移动哪里 我们买到 我们都要找到 走过44年岁月 安邦购物中心 虽然没有华丽的装潢 或名贵的名牌衣店 但对70、80年代的城市人来说 除了购买日常用品 逢年过节 必会到这里来制办年货 这里可说是大家的集体回忆 趁着拆迁前 老顾客们特地到这里来走一走 言语之间 不舍知情 易于言表 这就是第一次购买 他们有所有的东西 由于摄像 摄像 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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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只要装装装 只要记忆 只要像这样 但是 我都爱了 他们要重新 事实上 多名持有分层地气的业主 早前因为不满被征地 入屏法庭挑战强制征地 以让路捷运第二路线计划 纠缠近两年后 最终还是抵不过发展洪流 联邦法院在今年六月驳回申请 预令业主和租户必须搬离 安邦购物中心将在12月31号正式结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